哇 开箱凡人 开箱凡人 我们都是不平凡的凡人 我是开箱人 炳云 我是开箱人 彭琳 所以后来在2002年的时候 灯荣哥就加入了电台 你是怎么又怎么认识电台的人 其实有一些铺成 因为当年呢 我很聪明的一个人 因为我没有戏眼嘛 宣传活动肯定没有你份的 好像现在很多人 好像迈出去做宣传 我们有些新朋友 他可能没有得参与 但是我懂这种情况 所以一般上 我现在可能别人称呼我老大 我做东西是很公平的 要做一起做 要吃一起吃 要跑一起跑 但那时我没有得去做宣传 我就很醒悟了 我看到公司那种很红的阿哥阿姐 譬如那时的陈美儿 林秋燕 讲这种名字 你们都不懂不懂 讲嘉隆阿他们很多很多的Rush Show 但是他们没有主持的 他们都是自己跑出来 自己讲电视剧的故事啊 然后自己玩一下游戏啊 没有一个主持去协助他们的 我就自己推荐自己 毛遂之见 我就跟公司说 不如我做他们的主持 他说你会吗 我说应该可以 我就从第一场开始做 做了一百场 你为什么敢自己讲我要做主持人 你又不会我 我会啊 他做DJ啊 卡拉卡 对啊 你说这种PR我不怕啊 就是至少我有曝光率啊 至少跟阿哥阿姐同步出去啊 所以他们对你的印象 从几 你是训练班的吗 都是这样子 最后他就知道我叫德龙了 我怎么介绍你出场 那是我控制的 是 我很重要的 我做做做做做 开始就有一些演员跟我讲 你没有收钱啊 笨呢 你这样子 我说不用紧了 人生就是这样子的 亏一些些 亏一些啊 就亏了一百场给他 我就累积了很多经验 所以你看我现在做现场 我是找手啊 对啦 真的 随便很容易handle 我不管你是什么cloud啊 就算是死cloud啊 所谓的死cloud就是没有反应 我都可以搞到他活起来 就是看你的那个经验 我就这样累积累积累积 刚好就1999年的时候 ASO要搞ASO新秀大赛 第二届 那一届是很运力拿冠军的 不是不是 吕一青 就是那天决赛 华语小姐决赛 第四个出场唱歌的 吕一青 东马的人 他就找主持人啊 那公司就找H3D 你们有哪一个艺人可以主持的吗 公司肯定派我去啊 那我跟其他演员去 casting的话 你说中的机率肯定是我高的 我会讲多点话嘛 那我就中了 我就跟那时的郭燕燕 一起主持了 第二届的ASO新秀 然后下面的评审就是佐慧琴 哦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佐慧琴帮你 他就看到我的表现 然后2000年又是我做主持 又是他做评审 然后当992000 然后2000之后我就被派去中国了 我也是第一代进中国派电视剧的人 那是中国刚刚开放 然后他就邀请香港 新加坡 然后马来西亚的人过去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那个电视剧 跟全世界接不到鬼 演技也好 技术也好 灯光也好 接不到鬼 但是他们真的很聪明 当然是开放 是全世界开放 他用外人的人才 我们一个导演过去 可能有五六个导演 副导演跟着他 他们都在学习 一个灯光师过去 你的助手 吓死你几十人 现在变成我们要跟他学 我们去到那边 哇 真的 看到什么叫做派电视剧 很大吧 真的 真的 我自己 一些小角色 我去到那边 因为我广东话 他们拍也是广东话 我去到那边 那个监制也是香港的 他跟我说 林德龙 你那个 有一个小角色 是你有一个女朋友的中间一段 很快就没有了 你自己选吧 我出去哪里选 一天我会带你去 那个学院 就他们的演技学院 我一直看到 其实神经病啊 几百人在那边 这样选哦 选一个 你不用看演技了的 全部都演技好了 因为他们真的是 学院出来 就科班生 就随便选自己喜欢的啦 所以那个美姐 看美姐 也是从那边训练出来的啦 对 没那都怕当评审 那边这样来来回回 就两年了 两年之后 那边就开始慢慢地关了 关门了 很快 他们两三年就开始关门了 所谓的关门 OK 现在限定每一部电视剧 只能三个外患 外国 三个包括 或者导演 或者工作人员 或者演员 好难哦 是把门关 他学到东西了 然后我们大批的 本地的那种 是 摄影师啊 副导演啊 现在在那边已经很强了 你好像之前听那个什么 古装剧很红的 那编剧就是马来西亚的 就是以前我们的同事啊 你看现在那边很多 出名的摄影师 就是马来西亚的 也是我们以前的同事啊 他们会去 去了那边 就不回来了 那个年代流到现在了 流到现在 但是我因为 我是一个很爱马来西亚的人 OK 就我出国 你给我十多天 二十天我就不行了 我那时出一次三个月 OK 第一个月很新鲜的 叫做适应期嘛 第二个月慢慢开始 适应期 第三个月我不行了 我就很思想了 我就要回马来西亚 我想念这边的食物啊 想念这边的环境啊 人啊 现在在过去的时候 已经很夸张 我现在也过去中国了 开始谈一些节目的东西啊 一些谈合作的东西 哇 老美 比起我当年过来差很远了 人家已经进步很多英语 讲得很流利 制作非大到你怕 真的不一样了 我就在那边 两年之后 卓一行说他要找一个partner 然后就联络我的公司 因为虽然公司倒了 但是我经济合约还是照跑的 OK 所以我是拿着 我那时的合约 去中国拍电视剧 我去找我的一个女朋友 他出来一集就5000人民币了 哇 30集就150千人民币 我拿着 3000块 2000多块马币 一个月 我找你 他一出来就买手机 什么意思 他们那边市场 只要你有机会演出 价钱就很高 就很高了 因为他们真的有机会演出 是很难的 他前面也花了不少功课 万众选一 对 可以这样说 然后就回来了之后 卓一行就找我做电台DJ 因为他看到我的那个表现 但是也是遇到问题 什么问题 学历问题 进去电台要看学历 当然了 在Astro里面最少 洗厕所那个 at least都放牌 真的 真的 我那时我们的老板是 Australian来的 OK 然后他讲的英语是 超级 超级slang的 OK 你知道我这种英语都不会讲的人 怎样听得懂 我怎么都听得懂一个 那种 很slang的 Jack have a nice day if it's night day dive dive 然后跟我谈和 又有怎样谈 你跟我讲第一句话 Jack叫Jack这样子 Have a good day 就叫我dive nice day 你dive 真的 没有谈三五分钟 我就stop了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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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 English very bad My English very bad Poor都不会讲 他讲bad 你看 然后我就说 明天我会叫我经理人 来跟你谈 因为谈和约这种 东西是很 正式 没有 是很 很 好奇 的 private的东西 左翼琴也不在里面 所以我就叫我经纪人过去 就是我现在的太太 所以你跟你太太 是在什么时候 怎么认识 就是我在HVD的时候 她是我经纪人 她就一直在HVD公司上班了 对 那认识蛮久 早期是没有经纪人公司的 然后大概我加入HVD五年之后 才有经纪人公司 经纪人公司就帮我们安排 多一点的训练啊 多一点的upgrade自己的东西啊 所以后来是太太帮你谈合约 我太太也是Australia毕业的 整家都是 所以他们可以带来带去 带的很开心 因为说读什么大学啊 就开始聊起来 我就ok啦 on了啦 然后我经纪人 那时还是经纪人 就忘过来 他问你是哪一个大学毕业的 社会大学 我说不要玩呢 我哪里读过大学 还ok的 他聊聊聊 他说你是拿Degree啊 Diploma或者什么专业文凭吗 我说没有 我就开始有点动摇了 因为他也不懂 因为以我的那个 资历啊 那个performance 对 不可能这个人 没有念过书了 再聊聊聊 你不要告诉我 你form5都没有毕业 我说诶 你猜对了 我form5都没有毕业 然后他就说 摇头了 这不可能的 公司不可能请一个 基本form5的 standard都没有的人 去当一个DJ 那么危险 然后公司都 全公司是用英语的 email啊 全部东西都是电脑化的 我连电脑开关都不会 不可能请一个这样的人 我就被拒绝了 第一次的时候 所以你是有被拒绝过的 是啊 我走出astro 我前几天 在跟捷音 在car park的时候 我看着那大门 我说 我曾经从这边跑出来 我是酷的 真的是酷 因为 我已经去到很没有路了 兄弟 我已经大概十年了了 在娱乐圈 九年多十年了 我真的没有路了 我现在有一个上市集团 还没有上市那时候 有一个大集团 有很多机会在里面 我连门都进不到 对 就是因为我要找出来工作 早两年罢了 读多两年就没事 我就有了 真的 然后 大概几个月之后 卓慧琴又打电话给我 他说 我跟公司申请到 破例 请一个 什么鬼文凭都没有的人 来做一个 part time 试一下 所以卓慧琴是你人生当中 第二个贵人 他是我人生中第二个贵人 然后他就叫我进去 进去也没有那么简单 你知道电台一进去 可怜 一直被骂 以前语音又很重要 对 知证 知详员 什么鬼 我很辛苦 我那时讲广东话的还好 我讲纯正的广东话 别人骂我 扮香港人讲话 不过我那时讲话 真的有点像香港人的 因为我接触他们太多了 我在马来西亚拍了十年 电视剧都是跟香港人一起 我去到中国那些导演 见识都是香港 德龙哥就好像我现在回来 就好像他都讲 我是台湾腔 差不多同样的道理了 未来来讲 你不要再国用台湾腔 我就给人骂咯 不要扮香港人讲话 讲会好好的广东话 讲会马来西亚人的广东话 我讲马来西亚人广东话 我又给人骂 因为我有讲三万 他讲你太老 我老耶 这个人不要给他on air 害死我儿子 这种人 怎么可以在电台的 你看 等一下我儿子 全部学他这样子 讲广东话就死了咯 又是问题 又是问题 所以就没有办法迎合全部人 对啊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 当你一个人 什么都不是的时候 你做什么都是错的 所以你不听这些 没有啦 也是要忍 那时不是 不是send email 不是send whatsapp 不是在social media 打电话进来 打电话 那时没有social media 没有facebook 什么鬼都没有 只有电话 他打电话来 unhouse speaker 我也听到了 那时很hurt的 然后我机器又不会 你知道当一个DJ 多少方生要学啊 怎么录音啊 开卡 我连那时是 尹惠芬教我的 他一进来说 只要你log in 这个username 然后password 我这边已经loss了 就不知道怎么去开 我真的什么叫做 username跟password 都不懂 他讲到这边 我已经loss了 我又不好意思 人家没有义务要叫你的 真的 那时候 他大概讲了十几分钟 他就不讲了 你明白吗 我说 可以了 我明白了 因为我不想耽误他时间 他就走出去 一走出去就骂了 哇 很穿哦 这个人 以为自己是大牌演员 教他 他又不拿纸来写 然后又不问我 以为自己很厉害 我看他 他会开机 会录音 会on there 我check 他特定骂给你听 另外一些同事 学给我听 我现在跟他是超好的朋友 真的 因为他也不了解我 我是不想耽误你的时间 然后我怎么样 我进电台的时候 我太太送了一本词典给我 英文词典 然后有一个夜班的DJ 那是叫林华轩 他是 夜班你知道比较轻松 他留下来 教我 慢慢地教 我说我真的不会 我说真的不会 我连所有的 电脑里面的英语 是什么意思 我都不懂 我还要查 然后就慢慢教 我大概学了一年多 别人可能用一个星期 去学的东西 我学了一年多 那一年多的时候 是很可怜的 第一 电台又给人攻击 给人骂 说做得不好 然后回到家又很累 你知道我早上五点多上班 我已经很不习惯 以前我是娱乐圈 我的工作时间不定时 我可能是下午 或者晚上才开工 每天早上五点要上班 这个已经是一个 很经典的东西 另外一个东西 每天上到去电台 都开始怕 所以秦就说 这个button一按 外面两百多万人 就听到了 压力几大 就是这种种种原因 然后就 有时候回到家 我那时也没有很业 有时一两点 因为我要学东西 然后我工作量又很多 我那时负责 MySOS 集军老汉包 还没有SOS MyFM 集军老汉包 运群 特运收场 就是讲我以前 遇过的一些趋势的 然后运群 黑切收场 就是讲车的一些 一些tips这样子的 然后我要负责 网共产兰 的那个剧场版 然后我要负责剪接 所有东西 都是我在做 然后回到家 有一次11点 回到家 妈妈说 干嘛这么做房工呢 晚上11点 我妈说我早上班 我要哭 因为一般都 超过一两点才下班 对啊 但是现在更迟了 现在更忙 现在更迟了 就是这样子 慢慢的 我就制造了 那个阿平的角色 没错 因为王公散烂 但是真的是红到大家深入明星 然后过来你的角色 皇上跟阿平 啊 翁兄嘛 对不对 那是制造的阿平 阿平是拿来 拿来出气的 因为什么都可以讲是不是 不是 你说我声音难听吗 哦 我就做一个声音更难听了 啊 请放心 耶 然后你说我讲话 很好听 用识不好吗 好 我就说阿平用识超烂的 嗯 然后 某个就把自己的 缺点放大 不成优点 放在他身上就好了 变成特色了 就拿来做对的 你看啊 现在就是一个这样难听的声音 你知道阿平那是火道 真的 神经病啊 一百多集的电视剧 是 做了很多个系列 广告多刀 我就觉得泛滥了 然后电影 散步 是 阿平的代言 很夸张 那时啦 正常来说过年啊 你想看不到阿平都很难 但是你去Tesco 全部阿平 全国 然后你喝那时的汽水 全部阿平 然后你看新年歌 大团圆 去买T-shirt Jordano 全部阿平 很夸张 然后去买国产车 阿平 你觉得你真正红起来 是这个时候吗 这个时候 但是 赚最多钱 不是这个时候 赚最多钱 也不是 纯粹要靠这一行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当你 人脉广了之后 你就 慢慢的 很多管道可以赚钱 这是阿平那时 真的是很泛滥 我是讲话 讲到喉咙出血 真的 因为你要挺高音 用阿平来主持人 都很多人请 你知道阿平是很贵的 阿平那时 你知道全世界的广告费 是由我林德龙去提高的 那时的广告费 standard的 一秒十块 有一个什么公司 去做这种东西的 然后有一次 我给人骂 就是 他打电话给我 我不懂在拍东西 还是什么 然后我打回给他 他就骂了 很没有礼貌 agent来的 喂 这边不是拍电话的 背心那一弯 我老婆 我说不好意思 我刚刚在拍东西 给我 我说不好意思 你跟我经纪人谈好不好 这不是我谈的 我就谈了给我老婆 但是我很生气 那时我在 进入 电台大概两年 这样子 开始有一点知名度的时候 我就跟我太太讲 这个人很没有礼貌 但是我刚刚对他很有礼貌 因为我太太常跟我讲 你要因为很有礼貌 你很生气 你跟我讲就可以了 我说 不然他给多少钱 我都不要借他东西 就是要给到那个你想要的钱 我才借 然后我太太打给我 其实是录一个月饼广告罢了啦 三百块罢了 有时候我们去parking中 要撒满都没有了 有什么大不了 怎么要讲到这样子 然后我就 他就跟他讲 他不要录 不可以的喔 因为我已经跟他client讲 只要用林德龙的声音喔 他就讲 这样啊 他说 他client一定要用你的声音喔 我说这样啊 五十块一秒 就三百一千五百咯 他说 哪里有这样子的 standard的 我不管你是谁 DJ的声音就是一秒十块 一个广告 你录一句也是三百块 录完整个也是三百块 然后就跟我太太讲 你跟他讲 谁订的 怎么不能改 订了多久 从Lady Fusin Lady Fusin 那个凶头那边 到我那个年代 十几二十年 都是三百块 那个米价油价 已经涨得不得了啊 怎么这个不可以涨 我就跟我太太讲 跟他讲 林德龙现在的standard 就是五十块一秒 他的声音 而且你的 他是不借 我还是坚持不借 真的 然后那个月饼公司 自己打给我 兄弟 终于发生什么事情 我说没有事情 是你那个agent 他还没有礼貌罢了 他说 你可以借我吗 可以 五十块一秒 真的啊 现在可以这样子了 我说可以 他说 这样你会 那公司的人也跟我讲 你以后没有广告录 我说不用紧 我最多不录 从五十 我跳到一百 当我跳到一百的时候 别人跟我讲 你一定没有广告录 但是我试过 进studio里面 录了一句话 出来赚了三十千 五分钟 就是用阿平的声音 一句 tagline 是一个奶粉广告 他每条是一分钟 但是我说 一秒 一秒 是一百块 一分钟六十秒 多少 六十五千 然后他有很多条 不一样 那种是妈妈的experience来的 然后我下面只是念了一句广告的tagline 但是你用不同的tag 我就不同的跟你算 就是这样子 年迈好玩 我就五分钟 人家录一年 两年的广告 都不比你多 因为他三百 三百在累积 然后整个市场开始跳了 有些人跳十五 有些跳二十 每人跳三十 有些跳五十 当他们跳五十的时候 我就跳到一百五 他们跳到一百五的时候 我跳三百 我现在阿平的声音已经三百 现在三百也不录 因为我们要把阿平收起来的 这是一个marketing的 strategy来的 我把阿平收起来 几年之后再把它放出来 因为太泛滥了 所以现在录广告就是 林德龙的声音 普通声音两百 阿平声音三百 普通声音要是三百 我现在声音只要到现在位 普通声音 也是三百了 三百 sorry也三百了 那人家听到 阿平 一秒三百的神经病 要广告九千 OK啊 因为每次帮你录广告 就有代言成分 人家给几百千 骂代言 现在骂你录广告 不能提名 就是这样子 慢慢地做下 因为你的声音 就是你的branding 你的招牌 因为很多东西 不是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也是我慢慢看到 整个市场 譬如那时是同价的 你会听到电台 一直是那些人的声音 如果同价的话 在隔壁台 谁不找陈锋 对不对 一定找陈锋 都同价的 但是我那边 一定找卓卫星 林德龙 真的找这些 其他新来的 不用录 三百块 我给林德龙也是三百 我给一个新人 也是三百 但我不如找林德龙 就是有这样子的情况 我不敢把他 整个gap拉开 他就 如果你要 他们也 新朋友不会录广告 也是很厉害 语气也是很好的 所以把整个gap拉开了之后 大家都可以完成 然后声音也不会这样泛滥 其实我真心觉得 所谓的阿嘎阿姐 有义务的 只能要把自己的价值 弄得比较高一些 这样新人进来 才可以才有那个差别 这个我也把它copy成去 我去做主持 ok 就是在主持 是 外面的主持 如果不把我的价钱再提高的话 外面就不用做 ok 我们就不用做了 现在很简单的 你打来 ok 我想找你做主持 ok 我叫我经纪了 林德龙一场主持 大概多少钱 大概28-30 看你在什么location 做多少 类似就是这样子 我们公司没有这样大 我说你有多少 我大概有10多 10多我有这个rank给你 这个rank 你可以选择一些 也没有我 我大概有 below 10千 还有一个rank below 5千 还有 不是cerebitist 不是 但是也可以 做一个 外面很多很好的主持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提供 你这样拉开了之后 大家的那个市场 就会很正常 大家有自己的市场 对 其实这样子 才是一个健康的生态 对啊 这样才是一个健康的生态 你不可以评价评价 你不是说我骄傲 一直把自己的身价抬高 不是因为这样子 是因为整个市场 是应该这样子 对 这样运作的 你要名牌 你看十多年前的电台 电台的声音 来来来去 一个广告 五条广告 可能三条都是 同一个人的声音 这样健康吗 对 那个艺人 那个DJ也不好 你声音这样子 我刚刚讲完一个汽水的 现在讲一个 奶粉的 奶粉的 然后再讲一个保健品的 喂 这个是什么来的 好像很没有公信力了 我给你讲到 是不是 所以我一做这个动作 现在整个市场 就有区分了 不同的价钱 那就好了 对不对 照给掌声 真的 不然我们 谋反省 就是 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 真的十多年前的事情 我们刚刚聊完的 差不多工作的部分 其实我这个是 比较个人好奇的 你怎样追到你老婆的 怎样追到我老婆 我老婆是一个 很professional的经纪人 但是我们当时的公司 有一条例 就是经纪人不可以 跟演员 有任何的关系 因为这样就会有 偏袒的 我太太当时是带着 一百多位艺人 一个人 一个人带着 没有啦 当然公司还有其他人 但是他是最大的 他是带着一百多位艺人 但是因为那时候 我已经 我已经给岁月洗礼了 很多 我的态度已经变成很好了 真的 十年以为开玩笑 所以我态度是欣赏 我很积极的这个态度 然后他也挺欣赏我的 然后 我也蛮喜欢他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我自己从来没有念过书 我也是一头牛来的 当一头牛 只是会耕田 没有一个人把你的菜卖出去 还是死 我要找一个真的是老婆 所谓的老婆 然后就跟他讲 我们在一起 他说 可以 但是我要先辞职 最后他真的是辞职了 辞职了之后 我们在一次的4月1号 愚人节 愚人节 我是在愚人节的时候 公布我的女朋友是谁 那个时候应该是在电台 在电台 一阵子了 对不对 因为我曾经发过一个 错的信息给卓卫琴小姐 我说 Darling I'm so tired 我一发 卓卫琴坐在对面 Darling 准备发这个东西给我 这个好笑 这个很好笑 发错情 他也啥了一下 我也不懂我发错了 因为我太太叫Veron 然后她是Vivian 有V都是V 都是靠近了 发错了 他也吓得一下 这个人喜欢我吗 因为我知道德荣哥 他的行程每一天 他都很忙 但是他都不懂每一天 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就第二天 就好像我教你上来 这开箱凡人 也是先对Veron 然后我就问他 明天德荣哥穿什么衣 我先问他的 他讲明天录影 我不懂你问Veron 所以你太太是会帮你说 整理好 你明天要去冰城 你要穿这一套衣服 你明天会去哪里 一直以来都这样 对 因为我根本没有时间 我本身就是一个货品 货品去到哪里 就是做什么东西就对了 好像我根本不可能 记那么多的 你只是单单一天里面 可能有七八样东西 不算on air 我怎么记 懂事 好像OK 秉云你说要请我上节目 我答应你了 我会跟我太太讲 OK 秉云我答应着 你赔也可以回 所以就塞 塞到来今天 平安夜 过年 是平安夜的一路在路 就是这样子 然后他会帮我安排 你这个是小事情 有些大集团 请了我之后 他们跟我说 这个大集团要有一场音乐 的时候 他们要你做的工作是什么什么什么 要唱一首歌 然后我听到的时候 我OK 我就不管了 可能是半年之后 因为你要订阅我时间要很长 都是很长以前的时间 就是很久以后的东西 有些客人 他说下个月见你了 另外公司全靠你了 我说什么 没有玩我兄弟 我成千人 已经搞定了 是等你 到时 你不用紧张 因为还有成个月 我未必知道的 通常你的事 我明天知道 你不用准备的吗 哎呦 当然是会啦 就是那车程 on the way 去的时候准备咯 因为还够吸收 够快了 是是是 已经是经验了 跟海员一样 习惯了 已经是习惯了 工作模式啦 对 而且态度很重要 现在我去工作 几乎 请我去的人 让我感觉 他不是我的client 都是我的朋友 然后我做show 是这样子 我一场 dinner show也好 任何的corporate event 玩了之后 我肯定不会离开的 我一定会下台 跟他们的老板 含蓄几句 喝几杯 聊一下这样子 正常来说 我一场show 做完了之后 我最少有三个contact 会回来 准备下一场show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觉得我太失败了 很多人过来 你老板很好笑 我改次找你可以吗 可以啊 我经纪人在这边 我助理在这边 你干联系就好了 玩contact 另外一个 如果我女儿结婚 要找你可以吗 可以啊 来 这边contact 真的 很多艺人 一玩show就 就走了 是 真的 当然 我不反对你们这样做 是每个人的做法不一样 但是我肯定不是 我也不让我的演员这样子 我身边的同事 我也不让他们这样子 我以前刚出道的时候 我也会这样 就去event的时候 我会讲 我今天要背多十个人的名字 我只要握多几个人的手 就是来认识多几个人 达标了 我才允许自己放工回家 你在娱乐圈嘛 娱乐圈就是要靠曝光 人脉 靠人脉 是 你知道现在我的朋友多到我 真的是很恐怖的那种 是 我都说之前我不是很生气 我的那种 那种叫什么 长辈图 我一天早上收三百多个长辈图 真的 有很多信息被谈了下去 我那天问你的东西 你还没有reply我 我说 哎哟 sorry 花了三天三夜才会找到 sorry 我还没reply 就是这样 它会妨碍到我的工作 因为我工作所有东西 都是一台手机 然后我就那天就发牢骚 发了一个很长的信息 放在social media 原来有很多人support的 在电台讲了一轮 我再把我的信息 我说 你们再发给我长辈图 我就准备三百张照片 每天攻扎你 五轮 一天攻扎你五轮 然后我就再text他们 不要再发了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警告 很快 一个星期 clear 你说季节OK 你说过冬 那还OK 喂 每天 兄弟 WhatsApp是给大家方便的 你可能朋友不多 你觉得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谢谢你 不过我那个message 也是很礼貌的 谢谢你 你当我是朋友 明天祝福我 但是当你手机 有几千个contact 你就烦了 只要有十个percent 都问候你的话 我真的想问候你 无一样的方式问候你 所以是找老婆回来 其实帮忙 打理也算是守财 因为本人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 家庭是破碎的 OK 然后我希望我以后组织的家庭 我很喜欢小朋友 超级喜欢 我喜欢组织的家庭 我的小朋友是可得到可以很好的教育 在一个很好的环境之下长大的 这个是我的梦想 所以我要找一个很好的老婆 她不单只可以照顾家 也可以照顾这个大baby 所以她就是说她有两个孩子 一个就是我 一个就是我们的CEO 让你选老婆很理智 你真的是为了 对啊 那女朋友我以前很多了 所以选女朋友跟老婆 是两回事来的 所以年轻的时候 要坏给她坏完 用准先 真的我中间还输了很多钱 签打alone那些东西 都是在我年轻的时候 做过了 现在你不会想这种东西的 所以你看德龙哥在演艺圈打工27年 算是大哥的那个形象 对吧 真的是恐怖 真的 你会不会有种使命感 就是要提醒我们这些后辈 你会有这种感觉 我会 我会 好像我的通告已经排到满到不得了 给钱的有时都排不进去了 你一问我之后 我马上给你排气了 steady 因为我觉得 我以前也是遇到一些贵人的 才有今天的这个林德龙 真的 当年如果卡拉OK的老板 他没有拒绝 让我们继续这样颓废下去 你可能跑道就不一样了 真的玩了 我可能也会很有钱 但是可能在黑道 做骗的 做骗的 虽然我在过去二十几年 就是做骗的 因为娱乐圈也是一个骗门 没有正常上班下班时间 就是骗门 我们几时有上班 正常的上班下班时间 然后中间没有一些自己的努力 还有一些机遇的话 它是转了一个大圈 然后你看我现在 我现在拍的电影很多 但是我去的电台 不是我的领域 但是我没有放弃过 我觉得这个东西 你要把它做 我开始给人骂的时候 很多人一年放弃 不要做了 每天要给人骂 谁不要做 我继续做 做到三年四年 开始看到效果来了 那时成果 那些利益就来了 然后最后 梁志强找我拍了第一部电影 老师家老大 我的人生中第一部电影 然后我就开始拍了很多电影 这个就是我最喜欢的 然后我自己还可以投资电影 谁想到 谁想到当年 公司倒了之后 我从此以后 就离开了演绎这个事业 我去了电台 当了DJ 最后我还回去 更厉害的一个领域 做电影了 对 拍过这么多部电影 很多 对 你拍过这么多部 你最满意的那一部 对于马来西亚 观众来说 印象最深刻的 你自己 应该是 大日子 大日子 对 因为始终那一部是我们 马来西亚 就是我们 我们这个团队 周庆元导演 还有我们ASSO 整个团队 第一部去做的电影 因为都不敢尝试 看来看去都是梁志强的 都是新加坡的 不然就是香港的 什么小爱不奔 那时新加坡的很多过来 然后就是 我去到新加坡 做了世界有大 来到马来西亚 成绩很好 做四百多万 那时候很夸张 你的那个形象 你那个画一样的角色 很深入 然后又拍了 新加坡的绑匪 那些 做了之后 马来西亚 开始要做的时候 如果做马来西亚的话 大日子 真的是一个 我们很深刻印象的一部电影 你提起后辈 主要的条件是什么 我觉得态度是最重要 因为很多时候 你给一个新人一些机会 当他给你的态度 是很不积极的话 一次两次 我就放弃了 我会再给你去摘 摘多几年 我会再test你一次 不错 这个人的整个思想 态度概念都有改变了 然后我会再给他一次机会 真的 这个是 这个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时间 对 真的 我真的铺好了 这个 这个 你试一下 你不用怀疑我 现在在圈内呢 钱对我来说 真的 我没有很有钱 但是我看钱是看得很小的 好像我坦白说 你不懂有没有做过的东西 我做的东西 我所有的工作 没有一个艺人会问我多少钱 对 我录过你的那个新闻的 那个报道 我跟阿奇一起录你电影的 波西同灾 对 没有人会问的 因为他们都知道的 我们是很standard的 拿多少回来 除了公司的那个佣金之后 就全部给你了 你不会担心 哎呦这样少 可以给多 可能就一定给 有时他要求的这个budget 但是client给了更多 我们也是照给他 所以从来没有问 从Jeff Mayan 我叫他们做什么东西 都不用谈价钱了 做了 出资计划给他们就好了 就是一个信任 像我们的一姐也是的 萧玉明 都是太熟了 你知道一姐 几乎我做的东西 他都有 代言的都有 代言的也是 因为他说 你prefer一个代言 萧玉明 就是从我们去比赛 他们就说 这个OK 培勇 培勇 就是这样子 一生出去 他们就说 OK 当然 这些人你要看好 如果态度有问题的 对 就自己找来 不是搞死他自己 是搞死我 你的名誉也会受损 态度 什么东西都是 现在在社会上 不管你在哪一个领域 态度就是最重要的 你知道 因为最近公司 就是在找新人 我第一次看到德荣哥 在我的Facebook底下留言 你记得吗 你经过说 坚持多五年 然后你就看到成果之类的 对 你是跟我讲了这番话 但是因为你这句话 我也知道结果 因为那个时候 还没有讲的 你知道吗 对 因为为什么 我觉得 你有点像我以前 就我们都不是属于 那种很帅的 然后我们也不属于 很出众的 然后也不是属于 那身材 非常高大威猛 但是我们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 我们可以尝试 很多不同的东西 因为有一些 他们有这些先天的条件 他就会框了自己 在某一个东西 那我们这种 我上次看你拍剧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个人是有potential的 只是要时间 真的是要时间 但是你要坚持下去 很多管道的 你很想当DJ OK 你现在作为你 这个开箱的东西 开箱凡人 然后你不懂 什么时候 有一天 他就转回来了 真的 现在可能很辛苦 你看 都没有sponsor 没有branding的 整个东西 没有branding 很干净的 但是你要是要做 对不对 每个东西都有一个开始 所以你要从这边开始 刚好自己也喜欢 最少有一个很美的拍档 每天都看 我从中学看到现在 他嫌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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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播出节目的时候 是在农历新年的当中 德龙大哥 有没有过过印象最深刻的农历新年 还是你每一年都在工作当中度过 我每一年过年一定回医保 OK 这是我的一个坚持 不管我工作多忙 在农历新年的时候 我一定要回去 两天也好 三天也好 一定要回去 因为 回忆宝是我 童年的一个 很开心的回忆 因为 我们从小就是 家庭破碎 就我们有时被抛去这边 抛去那边 然后回家乡的时候 我就有机会 见完我所有的家人 亲戚这样子 然后那边给我一个 你知道我不懂 你们有家乡回的吗 我没有 我就是巴胜 你们都是巴胜 因为离开自己家乡 再加上生活一段日子 离开家乡到别的地方生活的时候 当有季节的时候你回去 那个路程不管多塞 那个感觉也是很好的 因为在医保 我是来来回回 但是它就是给我一个很好的感觉 有归属感吧 对 你叫我不要搬回去医保住吗 那又不可能 因为你工作就base在这一边 那个生活的节奏完全不一样 但是我 我是一个很 proud 我自己是仪保的仪保人 因为仪保真的我觉得 它是保持得非常好 所有的东西不管是吃的 然后你看到还是很多老老老伯 阿姨 还是自己在那边煮 然后它没有很大的变化 所以你回到去的时候 你还是很有趣 好像冰城也一样 马里也讲 因为回到去就有那种 家的感觉 家的味道 很多时候我还会回去 我的木屋那边看一下 而且东哥你自己会煮菜吗 我会煮啊 我想我们当他的同事 真的还蛮幸福的 去开派对有时候他会准备 比如说那时候有一次 靠近新年 他准备盆菜耶 他自己煮的啊 是很喜欢煮东西是吗 因为没办法 因为小时候 因为我有四兄弟嘛 你现在看那位 就是我弟弟 龙华豪贵 那离异了之后 老大就变成爸爸了 就我们意识住行都是靠自己的 我们自己走路上课 譬如我三 四五年级的时候就在民众 我们自己走路上课 钱包里面可能就只有二十多块 但是你可能就要熬一个月了 我们就买罐头啊 这些就是罐痕 罐头被割刀的罐痕 小时候你开抓换就过去了 然后也没有人在救啊 家里都没人 然后就好 我们在嘴巴里面整口的是血 然后就等哦 等爸爸回来 哎呦 这个不行哦 要去缝炸 搭车 就很习惯的 从那边开始 我就开始接触火跟炉 因为很多人不敢煮 甚至他怕火 怕油 油 当你习惯了这个东西之后 根本是没有feel的 煮菜就是完全靠感觉的 真的 你煮菜好不好吃 是完全靠你的那个习惯 真的是一个习惯 也是跟那种拍照 我从小到大都是吃鸡蛋长大的 鸡蛋 而且吃到贫血 没有营养 贫血对我小时候来说 我已经很习惯了 我跟我第三弟弟都贫血了 小学都已经贫血了 是因为吃鸡蛋造成的 没有营养啊 我们一天可能吃一餐 一餐可能就打包一包 咕噜有饭 加两个大饭 师兄弟为了标真 咕噜有分好他 每个人都有力 然后就爬饭 真的像狗的 在地上吃的 没有桌子的 因为我们住的空间 只有一个房间 冰厨也在里面 电视也在里面 全部床也在里面 什么都在里面 因为我记得报导写说 你们小时候家里 包红包爸爸妈妈 就是等亲戚给了之后 你们再换 然后再包给对方 对啊 因为都是没有钱 亲戚又多 怎么可能包这样多 我们就拿了亲戚 然后我就负责 拿弟弟的全部拿回来 这个阿姨三个儿子 我们有四个 就平均分回去就好了 穷过来的人 就是我们对钱 是完全没有概念的 真的 很多小朋友 他对钱的很在乎 但是我们 我小时候根本就没钱 我小学根本没拿过钱上课 没有利用钱的 可是这样还蛮奇妙的 因为很多人 可能认为小时候 是家境比较不好 所以反而会对金钱 这个概念 更加 更加计较 根本一点 根本一点都不计较 我只知道 我要赚多一点钱 他的概念是 我不要省钱 但我要懂得赚钱 真的 你说现在 对名牌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了 那对车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自己开这台车 已经开了五六年了 然后对任何东西 我都没有了 我只是吃 花很多钱 对 我有听过这个 花很多钱 我可以吃 一万多 两万 就请朋友了 一点感觉都没有 Joey跟你们跑宣传 他也有说 跟德伦哥跑宣传 是不会怕饿死 只会变胖 胖死而已 是 只会变胖 真的 那你像熬过来了 你觉得你已经到达 你理想的位置了吗 也还没有啦 我觉得 当你去到一个 理想的位置的时候 你就可以帮很多人的时候 现在我也做很多 慈善活动 但是我都是借力 什么叫借力呢 譬如我大一人电视 但我又心想 在老人院里面的老人家 应该都会很闷的 然后他们又没有电视看 然后我就说 把我部分的代言费 转成电视 然后捐给他们 买成他们有需要的用品 就转成这个电视 然后变成电视 送给他们 然后他们又没有 program看我 这样呢 就把Android也买给他们 然后他们就可以有 AEC 有新闻看的 真的 我觉得很感动 有一天我去到 这个老人院的时候 因为他们装了 我想去看一下 他们已经set好program了 就是很多老人家嘛 什么时间 看什么 set好 很感动 At least他们是有一些 资讯进来 真的 真的 有生活 我就这样子借力 我希望有一天 我自己可以有 很有钱 就可以去继续地帮助他们 所以你在江湖 游走这么多年 有没有心中 一直很想完成 然后有一些遗憾的事情吗 有吗 遗憾的事情啊 我觉得还好啦 之前我真的是 很没有时间 去陪我的小朋友 坦白说 陪他长大 真的一年 接他下课 可能只有一次 这真的很少 他就要六年级 小学毕业了 我现在接他 下课的那个次数 也不超过二十次 希望未来 就可以多赔家人的意思 对 也讲罢了 这种东西 做不了的 我前几年 都说要减产了 我大概一年 要做六百个job 这样也算是一个job 大概一年六百个 不同的job 六百个 当时我想说 把它切一半就好了 切个屁 越切就越多 它可能少了一些商业的东西 但是你还是多了很多东西 那还是job 还是要你去做的 这样也是 对啊 我们现在进入下一个环节 是吗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这个东西好像也很没有budget一下 这个是我们两个人手工做的 对啊 我的妈妈 真的 我们真的是那种熬夜 自己手工做的 但是这个牌子用了一千多块 没错 还是要用心一下 第一题 Pauline来问比较适合问这一题 第一大题 因为我们知道德荣大哥很喜欢 就是每一年的选美胜市 一定会看到你的踪影 你不是当评审啊 你就是会在 主持啊 对主持 都会看到你的踪影啦 现在要问你一个比较艰难的问题 好 问 你知道我是选美的吗 没有啦 你知道还是选美吧 你知道吗 知道啊 哦 是啊 是啊 我记得啊 哦 记得 你说 她是extra华裔小姐 然后过往在Miss Universe Miss Universe我不知道 OK OK 华裔小姐有见过哦 有啊 你是哪一年的 没有 你讲你冠军是谁 Lena Lena 林嘉宾 我知道啊 但我没有进到决赛 她是15强啦 20强我就被淘汰了 进到20强我就被淘汰了 是不是 那是我在做主持嘛 那一点我没有做 Lena也没有 好像没有 但我也没有参与到太多了 没有 Lena那一点我有做 有啊 主持吗 主持 对啊 我是主持 所以最后我就 我就不当主持了 因为主持你控制不了赛果 所以你当梅姐评选 是应该可以掌握大局 对啊 喂 选美当然是要选 会看女人的男人去看嘛 对不对 你是会看女人的男人 肯定啊 你看我选的老婆 那个不是问题啦 真正的问题来了 OK 如果现在啦 让你去当选美的评审 但是是完全没有通告费的 跟叫你去当叫我男神的主持人啊 但是很多通告费 很多通告费的 你宁愿选择美姐 yes or no yes 因为德龙哥说 我看得很小了 对啊 看美女比较重要 没有坦白说 这两个节目都是我很喜欢 是 但是 不要 我还是弄好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美姐其实就那两个小时多 的一个决赛 现在都简短了嘛 那其他的 因为我是评审 我其他 其他事情我不可以接触 所有的家里 除非是一起 要不然就不能接触 对对对 这是一个professional的做法 对对对 除非有一个event 我就可以 我一讲话 我就叫全部来 我不会一对一这样讲话 但是叫我男生呢 因为我们培养了一个很好的感情 几乎 不 不 不当他是一个工作 我们就是去 家里 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旅游景点在玩 大家都在玩 而且那个默契 已经磨到非常的好 所以我还是选择 叫我男生 而且又有钱拿我 这是重点 那你觉得你看 你看美女的家里 你觉得你的预算是准的吗 不准的 没有准过 没有准过 我从来预算的冠军 都拿不到冠军的 原理是因为 大家的口味 对啊 对啊 好像这次 这次的那个成绩出来 大家有动摇 我们最后也 也站起来要打架了 对啊 但是因为 里面我经验最久 但是我要做一个 很公正的做法 因为 很多时候 跟大家讲一下 很多时候 如果 我打个比喻 我心目中的冠军是A 我的第二名是B 你的心目中的冠军是C 你的第二名是B 你的心目中的冠军是F 但是你的第二名是B 但我们给B的分数 最后算出来 B就是冠军了 但是这个人呢 都不是我们三个心目中的冠军 这个赛果就有问题了 明白 他是因为他分数高 但是他不是冠军 所以我们就要开会了 所以我们就是 在那天就有这样的情况 我就开了一个小会 就马上来确定一下 那最后有三个评审 觉得 那个是他心目中的冠军 那就OK通过了 这个算分制是 是有问题的 漏洞的 也是有一个漏洞的 第二题 身为娱乐圈的大哥 也没有很大 身体大吧 你是不是觉得 做很多事情 我不用看人家的脸色了 Yes or no 在今时今乐 我是很分工作岗位的 什么时候做什么工作 他应该是最大的 就让他大 不管他年纪多小 不管他的年纪多少 不管他的资历多深 或者年纪多大 真的 比如说 现在我们的 叫我男生制作人 还有我们的 这个 梅姐的 producer 以前他是做什么 你知道吗 以前我在讲球的时候 他是做道具的 我那个玻璃台 是一个球场来的 然后是透明玻璃的 是一个球场 他就摆那些figure 那些踢球的助球员 摆在那边 很小个很小个 大门讲 倒了 然后广告时间 他就刚起那玻璃 又摆 然后又倒了 然后他又再摆 我就骂他 我就是这样骂他的 现在他跟我是非常好的朋友 然后正常来说 什么都可以讲的 但是在工作的时候 他还是producer 是我们还是要尊重的 导演你是演员 你还是听导演的 现在我的导演 现在我的导演 是我公司出粮给他的 但是他年纪还比我小 就是 Nick导演就是跟我同学 然后又是公司里面的老板之一 然后当他是导演的时候 我身为一个演员 我还是要听他的 虽然有时候我觉得 不应该这样子演的 但是导演还是最大的 我还是要听 这个你放心 我完全是不会over所有的权利的 我是一个很规矩的人 来 我们最后一道题了 有看到过报导 就是说德荣大哥 你很怕寂寞 是怕寂寞 刚刚也有说了 出国不用出台 他也只会想念家 还是怎么样 所以这边有一个问题 想要问你 全世界你是最有钱的人 但是你身边真的 没有多少朋友 没有什么家人 vs你有家人有朋友 但是你有什么钱 你比较怕没有钱 yes or no no 你比较怕寂寞 我比较怕寂寞 当然啦 我们怕寂寞的 可是有钱 可以买到快乐的吗 神经病啊 那些都是假的快乐来的 要来做梦 真的 你看我 当我有时候 一个人吃饭的时候 我就觉得 做梦 这个人这样可怜 一个人吃饭也不可以啦 不可以的 好像 当我有一个人在 或者咖啡茶 不吃饭的时候 我很常会在大乡 没有鸡饭东那边吃饭 当我一个人坐进来吃饭的时候 很多人在考虑 那是很正常的 大家还会跟我聊天 我就觉得 做梦我这样可怜的 做梦我尽时尽二灵都搞这样子 我一个人吃饭了 你跟我讲了 一个人吃饭 你可能要花十多块 或者一般人吃饭 你要花几百块 或者整千块 几百块整千块 你宁愿欢乐一点 真的 我很喜欢请人吃饭的 这个是公认的 几乎在公司的 午餐或者早餐 是没有人可以付钱的 是 因为我觉得 我也不差这一点点 也不吃能吃多少 真的 他们有时候你知道同事吗 吃饭之后 有一些新来的 要夹回多少 其他旧的就会笑 我刚刚去我们也就这样子 大哥在 大哥在 然后你就懂了 什么事情 都不需要了 也不是很多钱 我小时候 你饭都没有得吃 现在既然可以请人吃饭 那是多开心的事情 就服气了 真的 能吃多少 真的不能吃多少 明白 所以我的电影的宣传 会花很多钱在 吃 F&B 吃跟喝 很夸张 最高的那部电影 花了六百多千 就是 六十万 哪一部戏 F&B加宣传的 六十万里面有 三四十个percent 是吃跟喝 是哪一部电影 四个语妇吧 好像 因为都是 都是整班好朋友在里面 老街飞 Alvin 中情话 林建辉 周深有走 Jeff 陈浩颖 玩伟范 南京飞 玩伟范 都是自己人在里面 去到哪里 都是在玩 真的 真的 那部电影 那部戏我有去Cust 你就是Cust 这部电影的 结果没有中 所以后来是选了 玩伟范 Cust 我又是不管的 人我会提供 应该是我联系你的吧 不记得了 应该是我一般是我联系的之后 我说这个人联系好 他会过来 我就交给我的 对 我的导演 或是我的Cust Manager去管 我都不管了 因为管下去就敏感 是 没错 你知道我人又好 自己讲 真的 不要给他拍妹 不行了 OK 不然就不要找人家 Cust 找人家 Cust 又不要给人拍 然后导演就问我 要不能做Cust 所以在1月30号 德龙大哥的 全新的贺岁电影 作战拉 茶室总动员 上映了 这次找来的是 长永跟小爱 对 然后还唱了主题曲 主题曲 没有他们唱的 那个是插曲 还好是插曲的 很难听 不要这样讲 我的榜有在新榜 你知道吗 maybe 没有 长永唱歌真的是 一流很有特色 这样讲OK了 很有特色 真的 他自己都知道 自己唱歌难听 不过那首歌 是好听的 真的 我第一次听的时候 我说这个是 混合好了的 怎么这样 像讲话的 很讲话 没有唱歌的 Rhythm在里面的一首歌 这样强可以 出来 但是有画面 看到MV之后 你就觉得 这根本就是他 这根本就是他 特色很强 主题曲还没有出 主题曲是我们 全部一起唱的 没有啦 这个时候播的时候 应该出了 出了 出了 我主题曲好听 因为林德龙有唱的 所以新年期间 带一家大小去看一下 真的 真的 是我近几年来拍过 最轻松 最好笑的一部电影 好了 真的很高兴 因为林德龙大哥 陪我们一起 破了记录 没有这样长的访问 破记录 因为录了 两个多小时吧 有 两个多小时 完全是友情意气相听 录了两个多小时 录了两个多小时 这很夸张 好啦 跟大家讲新年快乐 大龙大哥 Happy New Year 在此恭祝大家 来自的这个鼠年 最重要呢 身体健康啦 然后做生意的 可以生意性浓草 采用广景啦 小朋友更重要啦 学业进步啦 但是跟你讲 成绩不是代表一切的 有努力过就OK了 大家最重要 开开心心 耶 作战啦 查诗总队员 去看这部电影啦 演出两位的这个 开箱的人 两个意思哦 凡人开箱 就是你们是凡人 对我们开箱 凡人是我是凡人 对 你知道 每个星期日晚上九点钟 YouTube和Spotify呢 都会同步首播 开箱凡人 是的 要记得我们 留守我们的Instagram 我们看到Unboxing People 快点破一万 耶 希望今年几月前 就可以真的达到这个目标啦 我自己一上 应该破一万啦 OK 我也是这样觉得 记得 不要放一百万下去 push我 哈哈哈哈 like comment 还有share出去 新年快乐 bye bye by bwd6 by bwd6